刚才人太多了 我现在接着说 我刚才在那个shopping mall里 这个ground mall 啥也没买 但是我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布达佩斯买房子的问题 我之前一直在想 我说想用全款买一套房子 但是我转念一想 我说为什么不能贷款呢 为什么不能贷款呢 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房子的这个租金是如此之高 中国完全相反 就是说中国你想靠租房子的租金 来补你的这个房贷的话 你是补不上的 因为房租低房子价高 但是布达佩斯正好相反 房租高房价低 那么在这样一种形式下 我觉得为什么不用中国贷款贷出来 比如说50万 在布达佩斯搞到房子 然后给他租出去 租出去一个月三千四千那样吧 我估计怎么也可以租四千块钱 因为50万你可以买一个至少是两室的房子 两室的房子你租给两个人 一个人两千 两个人就四千 四千的话呢 一年可能就是四万多块钱 你可能还可以找一些人帮你管理 你把这个钱可能给他一部分 咱打说送三万五 我觉得还房贷的话 一年还三万五 十年就是三十五万 二十年就是七十万 我觉得二十年之后的房子基本上就是给你了 而你的这个房租的话呢 现在又没有 就是说这个人在帮你还这个房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个事我一定要给他弄下来 我现在在考虑这个问题 解释啊 谢谢 谢谢观看